好辛苦啊 小馬上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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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啊 好辛苦啊 謝謝 謝謝 馬上投 謝謝 馬上投 馬上投 那邊 小馬上投 我手上是林俊憲 有林俊憲 無心帶 範雲 徐維智 這個就是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現場的來賓 有謝寇揚 黃世修現在帶著無心帶的陶像 然後歷史哥 張思芳 還有中沛君 葉元芝 還有這個廖維祥 張碩芳 還有很多的 這個就是今天一位獨派的教授他們說 獨派教授他們說 只要馬英九講了中華民國他們就來接機 可是他們非常的沒有bugs 他們一個都沒有來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就戴了這個獨派的面具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些人 都是在前總統他出訪的過程當中批評過馬英九的 現在全部都在這邊跟大家揮手 所以我們等一下一起三二一跟大家說馬總統辛苦了 來 三二一 馬總統辛苦了 再一次三二一馬總統我愛你 三二一 馬總統我愛你 好 謝謝我們今天來的獨派的朋友們 我太感動了 沒有想到有一天 多派教授會這樣支持馬英九 男女和解了 你跟他和解一下 男女和解了 謝謝你們挺馬英九 我們今天不分男綠 大家一起來挺馬英九 請中華民國獨派教授沒有辦法維持的承諾 我們今天所有的年輕人 一起來幫他們完成他們完成不了的承諾 大家一起唱一首國旗歌 什麼 胡子宏 紫棋 胡胡子宏 让我们临座促进大洞 穿越未见 变怀寿千年 收成无疑 莫如今宫 同心高渴 万车始终 青天白日滿地紅 同心中的觀察始終 青天白日滿地紅 謝謝我們所有 中華民快樂 中華民快樂 謝謝我們所有 今天來的讀會的好朋友們 一起中華民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 剛剛好像被黨只有分兩邊的感覺 因為我們是議員 選擇在外面這邊來迎接馬前總統 那動線當然都尊重行警局的規劃 我覺得費洪泰可以站在那個位置 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他可以申請進去 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事情 所以我們站在外面 有拿布條跟國旗一起歡迎他 我覺得那也很好啊 跟民眾一起在外面歡迎馬前總統 而且外面有八九十個民眾也都在等馬前總統 所以我覺得跟民眾站在一起其實是很好的 而且我們今天本意是來迎接馬前總統 然後替他加油 然後也謝謝他這一趟旅程的收穫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切都配合行警 還有市警跟保一的指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我們人很多 但是這個現場秩序都很平靜 因為我們都很配合原警的指揮 那我覺得總統走出來的時候還蠻輕鬆的 我剛剛蠻驚訝 因為他在一團推起混亂 特別停下來講說辛苦是不會 但是他吃胖了 所以我覺得他還維持蠻輕鬆的心態 代表這一趟他也是雙有成竹 非常清楚自己這一趟做了什麼 然後為中華民國帶來什麼 都OK了 反正希望回來之後 我覺得馬總統對於這一席的論述 我覺得再強化 比如說在中華民國的連結 然後怎麼樣去把中華民國 還有九二共識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比較深度的嘗試 我倒覺得這是馬總統 回來之後我覺得必須要做的任務 那我覺得國民黨在兩岸政策這一塊 也不要再躲躲閃閃 嗯 原青人 沒有 我就覺得馬總統剛進來的時候還蠻輕鬆的 我們都感到非常高興 就是說他這一趟去大陸之行 確實是提升了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格 他也辛苦了 我們也非常感謝他 所以今天接機不管是站在哪裡 大家的心都是非常肯定馬總統 馬總統加油 還有那個桃園碩 謝謝 謝謝大家 跟我們一起來 歡迎馬總統 我覺得和平愛台灣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注重 然後也感謝我們這些台北的 非常勇力的年輕人 尤其是小溪啊 還有石剛原子 都特地的來跟馬總統 我們站在一起 然後代表年輕人一起出來 歡迎我們的馬英九總統 回台灣 謝謝 今天呢 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那主要今天在台北市議會呢 是一個就是DIS獨派團 因為台獨的教授他們說 台獨的教授他們說 只要馬英九前總統 在中國大陸講出中華民國 他們就要來接機 那激進黨的無心帶也 TAG我說他們激進黨可以出 要三台車 那我在臉書上說呢 我可以包最多十台遊覽車 讓所有的獨派教授 一起來桃園機場二航下來 公營馬前總統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是外面的遊覽車 只有我們的支持者 沒有看到任何的獨派教授 敢來上車 所以這代表呢 獨派教授都是空口說白話 都是說說嘴 那只敢在電視節目 綠營的媒體上面 嗆馬英九 但是當馬英九講出中華民國以後 他們根本不敢來 所以我們待會30分的時候 會一起移動到遊覽車前面 看看到底今天有多少的台獨教授 有guards來搭我們的遊覽車 一起去二航下 公營馬英九前總統 好那今天的活動簡單跟大家說 那我們是第一階段 是從台北市議會到桃園機場二航下 我們第二階段會有特殊的行動 在二航下接機馬前總統的時候 那在那個點我們再跟各位報告